今天是3月23号周二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然后再对后市做一下掌握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内容比较好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回顾今天三大指数的表现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 市场当中有3000家公司是翻绿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为什么这样不用过于担心呢 它就是标准的震荡式风格呀 上周五的时候指数大跌 周一呢指数大涨 那么今天六大跌 那明天的话会是什么呀 是不是很值得期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跌大涨的走势形态呢 就是因为3400点位置需要积累更多的筹啊 我们也知道今年春节之后指数跌的比较多 而且跌的比较快 那么3500点上方有很多套牢筹啊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那段时间基金榨堆的票跌的非常多 那么这个位置上方有套牢筹啊 如果说匆忙的达到去 就会有很大的抛压 而且也不符合主力 对不对 所以相对应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反复震来震去 很多人在高位的受不了 这个时候在抵达一些地空 那么很多人高位的筹码 隔楼了之后 等到一定时期之后 可能慢慢就做好了 所以我们前面讲 这段时间要防止什么 今天大阳线 明天大阴线 包来包去 这和去年7月到12月之间的房型 非常类似啊 那段时间也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今天的市场 其实今天一开盘 指数 包括股指期货就向下砸了 为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欧洲的那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短期影响 基本面 A股的基本面 包括资金面 在这个位置 相对来说是可以稳住的 短期的话 这是一些扰动的影响 情绪面消化了之后啊 指数会回到自身的风格 那么我们看啊 今天市场其实是有主力资金护盘的 大家应该感觉非常明显 下午的时候 卷商大幅拉伸 而且是爆料拉伸啊 那么我们要回忆一下 指数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段时间指数看上去不行了 但是呢 忽然卷商快速拉伸 去年12月份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么卷商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忽然间拉伸呢 像今天这种拉伸后面 能不能延续呢 如果说能够延续啊 特别是整个卷商版本 如果能够大幅上涨了两三天的话 市场情绪就起来了 我们一套就跟大家讲到 春江水满压仙城 卷商的话 作为整个政权市场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啊 有利好 它是相对来说 它有一定的预警性 每一次拉伸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 就是说 卷商今天的拉伸项目并不是很好 拉伸上来呢 没有人跟 为什么没有人跟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我们看今天下跌比较多的板块是什么 周期性板块 包括有色煤炭钢铁 这个我们昨天晚上也提示的东西了 但是今天大跌过之后 我们看一下整个期货市场 整个期货市场 今天有色方面跌的最多的是铝 铝的话 早上大跌 但是它到了下午之后 跌幅逐渐收窄 也就两个多点 所以说其他的有色种种的 可能更好一点 那么这种的话 只是短期情绪面的导动 可能后面有色包括稀土等等 都会有比较大的反弹 因为这些板块前期传统比较多了 需要轮动 为什么讲需要轮动呢 前面指出上涨是看中和 包括电力环保拉升对吧 那么电力环保短期的话 有走出这种头部趋势 如果说有一个新的板块 包括科技 券商 另外一些周期股 再能够反扑一下的话 那说明市场的话 可能就能稳住 这是非常重要 最后呢 我们再做一下总结 这段时间啊 市场可能还会维持这种 3400里的上上下下的波动 但是它的结束信号是什么呢 首先 放量向上突破 放量突破肯定是有大型板块拉升 有大的热点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们讲一下板块 板块的话 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是一个替代板块 因为前期的热点 今天回调的比较多 那首先 今天回调比较多的周期股 如果能够止跌 甚至出现反弹 然后呢 卷商以为代表的大金融 再拉一下 然后科技股再走好一点 其他板块就能跟着上来 小的板块很难带动大板 需要那种大型的板块 科技股的话 看看这段时间啊 包括涨价 平财等的影响的话 能不能动用 然后包括今天的话 那就比较扛低 那明天的话 如果能够放量 最大时间掉了 最大关键啊 哪个板块 如果说放量的话 它未来才有可能会 成为新的热点 因为它需要资金推动啊 对于后市的话 也不用过于担心啊 仓位控制一下 做一种波段 等到放量突破的时候 再把握都可以啊 律师傅的话 节奏把握都行啊 好 今天大班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好